HELLO 大家好 我是上翼汽車的小張 今天來到我們的上翼 如果說你有在找一台比較年輕款的 我非常適合推薦這台2015年的Elantra 那它是一個小改款 那它是1S的 物端這邊其實跟前一代有一點落差 內裝像是出風口的地方 我們是有做一個小小的改變 那我們目前這台里程數是12萬多公里 那我們目前售價是39萬8萬 像我們這小改款呢 其實它後面都已經做成了所謂的LED燈的一個燈飾 那我們後面的空間 其實它這款它也有所謂的六四分離的椅子 那我們後車廂的置物空間其實也是非常寬敞的喔 這台車目前里程數是12萬9千多公里 那來到我們的方向盤的部分 那方向盤在我們的左手邊是我們的音響快撥的部分 就是我們比較常會用到的音響的大小聲的快撥鍵 那來到右邊呢 也是我們會比較常用的喔 就是在我們的行駛上啊 我們會用到一些定速的功能 那還有說下面呢 它有一些MOD MOD那個方向盤那個是可以用我們的 像是Sport的模式啊 或是說Comfort的模式 那這也是我們在超架上也是非常方便的喔 那我們中央控台的部分呢 那前車主呢 它也是有非常貼心的 它去做一個小小的改變 就是我們的安卓機的一個功能 那它這個也是多方位的一個安卓機 那它這個也像是Apple CarPlay啊 還是說一些比較我們常用到的功能 它都可以去做一個加裝升級 那這台Erantra呢 像我剛剛在外面 在外部介紹的時候 我跟大家做的一個說明就是 像是它內裝有一個最大的不一樣的地方 它就是出風口 我們的出風口呢 在小改款之後呢 我們都已經改變 改配置到已經上面的地方 因為舊款的話是在我們的下面 那下面的話其實 會有點吹不到 吹有點吹不到冷氣 那其實在新款的小改款之後呢 我們都已經改到 已經到上面的地方囉 那還有說 中間這個小小的那個植物空間呢 也可以像我們這邊有放一個鑰匙 冷氣也都是一個雙區恆溫的一個配置 那打開了我們的引擎蓋呢 我們可以看到 引擎蓋上面一定會有很多像是製造廠出來的貼紙 這些貼紙呢 一定都要缺一不可 那很多呢 像是外面的啊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年份是從這些貼紙地方呢 像這台是2015年的 我們可以從貼紙上去做一個判別 是2015年的車款 那還有說呢 我們的板件呢 是否有被換過 是否是原板件的呢 我們可以從這些板件的地方 的螺絲去做一個判斷 有沒有被那個拆解過的一個痕跡 對 那現在呢 其實我們呢 車子在二手車行呢 其實大家都已經非常的透明了 那我們都有做第三方的ES認證 那認證呢 其實呢 也是確保說 我們客戶啊 還有說在消費者上面啊 我們買到車子呢 是非常透明 也是沒有問題 沒有重大事故 沒有泡水 沒有變造車的一個車款 大家呢 今天喜歡我跟大家介紹的這一台車款 2015年的Elantra小改款ES的一個版本 那我們的目前里程數呢 是12萬9千多公里 那我們目前的售價呢 是39萬8 那喜歡我們的朋友呢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謝謝 實在就是SUM 有錢給我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